家里有糯米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很好吃 准备一碗糯米加清水抓洗一下 洗个两到三遍 不用浸泡直接放到电饭宝里面 加清水血量和平时煮饭差不多 放进电饭宝里面 用煮饭键有金煮键的话用金煮键时间久一点更软弱 煮好之后用铲子打散盖上焖一会儿 再把米饭分成三等份 找一个方形的模具 里面铺上一层保鲜膜 放一团的米饭 上面盖上一张保鲜膜 用手指把它按压平整 然后把保鲜膜给撕掉 撒上蜜红豆或者是红枣片都可以 再取一份米饭放到保鲜膜上面 盖上一张保鲜膜用手掌按压平整 按压成四方块 然后放到模具里面 撕掉保鲜膜撒蜜红豆 再把第三块米饭也放进来 按压平整 保鲜膜不要撕掉 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两个小时左右 冷藏好之后取出来 撕掉保鲜膜 用一张纸叠成模具的一半 撒一些美味的装饰 用葡萄干或者是熟的黑白芝麻 或者是花生碎 都可以 我用的是蔓越莓 另外一半用的是杏仁片 撒好之后再把油纸给去掉 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我切成了四份 然后再把它们搓开摆到一起 这样我们的糯米凉糕就做好了 冰凉 软糯 又Q弹 吃起来真的超级的香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吧 拜拜 拜拜